前一段的视频里面我跟大家说了 我04年面临了一个对我自己的人生比较重要的一个决定 就是要回美国去继续深造 上个法学院还是在中国创业 事情是这样的 那个时候04年我刚刚结婚 已经在新农坊交了两年的雅思 我开始有点感觉无聊 感觉想有一些新的挑战 所以我就开始在清华跟美国的一个大学 叫Temple University 他们的一个合作项目 我开始旁听一些法学院的课 然后准备考LSAT 然后回美国读一个法学院 当时的想法是 很多中国的公司跟美国的公司 开始有各种各样的合作 然后这种合作感觉是 可以是很健康的很正面的 也可以是不太健康的 不是那么正面的 我就觉得这个律师在这个中间 可以起到一个正面的一个角色 也许是比较天真 但当时反正我是那么想的 然后就在那个时候 胡敏老师 就是我原来在新农坊的老板 也曾经是新农坊的总裁 他找我和几个其他人说 想开一个新的教育公司 然后问我愿不加入他的团队 当时我首先是觉得非常的荣幸 因为我很认可胡敏老师 但是同时也是很犹豫 因为我已经做好了我自己的安排 我当时的想法是觉得 就算我们创业失败 就算一分钱也没有赚到 就算头到公司里面的钱都搭水漂了 那其实也会学到很多 可能比在去美国上 来三年的法学院要多很多 所以我当时做的决定 就是决定跟胡敏老师一起创业 其实我给大家分享我做决定的这个过程 也不是简简单单的讲我自己的一个故事 也是想把我这个做决定的过程也分享给大家 也许对你有用 不考虑这个事情的结果 你觉得我做这个决定的过程 我在做决定的过程当中 这些思考你觉得正确吗 你觉得还有没有什么别的我应该考虑的呢 这次都要做决定的过程